陈南被送上救护车,记者肖亚军翻社分享 31岁陈静男子今下午在高等法院民事庭大厦遭砍 两名黑衣人突然上嫌出全痛殴陈南并拿出利器划伤所前臂 承手臂出血后跑回法院求救并送往和平医院 今下午40时,23岁吴南,21岁林南静分头跟到医院 行为鬼鬼祟祟,遭警方当场逮捕 其中吴南左胸口有刀伤,警方借护送医 并证厘清他们身份及行凶动机 今下午陈姓南此英清纯官司上法院 下午3点23分开庭后,不出高阅民事庭 走到桃园贵阳街口,打算骑机车离去 这12名座坐在花圃的黑衣人 突然上前为欧臣,并拿出利器划伤所前臂 见得逞后逃之夭夭 陈南被突然的攻击吓坏 鲜血之流血县法院并跑到大门求救 遭送到和平医院 中正义分局接受派出所长位子 陈表示,警方获报后 调阅监视器发现两名黑衣人下手后 分头行动,最后在和平医院集合 今下午4时时,吴南和陵南军被在医院讯问 陈南的远警制服当场逮捕 并带回警局征讯 地上留有血迹记者肖亚军翻社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